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哥 你的瓷尊款式很新 哪一家? 不是你老友 Every So 阿明 的超瓦瓷尊 蛤? 我幾乎登尋人廣告找他 超瓦瓷尊不知道搬到哪裏 超瓦瓷尊的阿明已經搬到134-25 33 Avenue 他為了慶祝30周年 想籌借一班老友歐洲進口的瓷尊 還全面特價 真是很划算 那我就去找Erik阿明吧 人人都想有國家 如果你關注孤兒 希望可以出一分力 為孤兒找國家 機會來了 這個星期五 18號 以愛為名慈善晚會 激請唱響青春記憶 有天涯美聲的台灣歌手洪天平 及重溫經典時代 遊情歌手楊楊為善掌人勇現場 美東視電台 由晚上8點至10點 360度直播 歡迎家庭觀眾 用手機免費下載Eson Media 欣賞全程精彩表演 當晚所有的慈善收益 將會捐給光外眾深 慈善籌款由68&86 Productions主辦 曼然在布洛倫八大道 六十五階翠遠酒家舉行 歡迎大家收看 由清朗為你主持的回到過去 今天的你心情好不好 今天上班 有沒有一些開心或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或者有沒有壓力 沒有地方發洩 有沒有跟你身邊的人分享一下 說起上班 其實壓力真的很大 無論你做哪一行 做什麼職位都好 一定有你自己才明白 你自己才知道的一套壓力 當你遇到壓力的時候 你會怎樣去面對它 你會怎樣去處理你這個壓力的問題 說到這麼白了 你都知道清朗今天想跟你說什麼 既然你都知道了 沒錯 今天的主題是壓力 記不記得幾年前 香港有一段片 很流行很搞笑 叫做巴士亞叔 詳細我不太記得是怎樣 你上youtube搜尋一下 應該會看到巴士亞叔那段片 你有壓力 他有壓力 誰沒有壓力 這句說話又很真 各行各業 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你會有很多不同的事要處理 有很多不同的人你要去面對 或者有一些突發的情況會出現 其實都很考慮我們的應變能力 特別是一些 譬如做警察 做消防員 這些 他們的工作都是跟市民的生命 性命有關 我相信他們的壓力一定很大 又或者 醫生 律師 做醫生更加壓力大 做手術的醫生 拿著把刀 是生是死就看他 切歪一點都不行 但你又不要覺得做這些專業 當然會很大壓力 譬如飛機師這些 當然 拿著飛機幾百條命在你手上 這些壓力一定會大 但你不要以為做一些輕便的工作 做一些不需要專業資格的工作 就沒有壓力 做銷子 我們就說做銷子這個為例 無論你做哪一行的銷子 你賣什麼產品都好 銷子的壓力一定很大 如果你追不到這條數 今個月做不夠 那可能佣金沒有那麼多 或者 沒有那麼豐富的晚餐可以吃 又或者 譬如 在餐館做視影 出不切菜 或者落錯單 這些都是壓力 真的不要覺得壓力這件事 只有高層 老闆 那些專業的人員才會有壓力 其實不是的 壓力 每個人都有 差在多與少 差在你怎樣去處理這些壓力 今天或者 都可以有些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壓力這件事是怎樣來的 怎樣形成的 我們怎樣去解決這些壓力 首先我們講一講壓力 怎樣形成的 通常最普遍的應該就是工作壓力 通常都是你在工作裏面 有些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 或者今個月追不到數 或者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同事與同事之間的相處 給予你很大的壓力 首先了解一下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特別在職場上 是甚麼一回事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很有趣 是看合不合頻道 是看合不合嘴型 看看有沒有辦法談 合不合嘴型的人 可以多聊幾句 可以做朋友 合不合嘴型的人 只要講多一句 講多一句 你都會嫌浪口水 其實在工作上最常見的 就包括辦公室政治 辦公室政治 甚麼是辦公室政治 分黨分派 如果你有看電視劇 TVB 最多的 誰是誰黨 誰是誰黨 甚麼派 我們這隊人做的事 和你這隊人不合適 我們這隊人 就算是贏了 旁邊這隊又不爽 很多這些 例如一些 踩著別人上 拆鞋 這些都是Politics 其中一種 其中一個小的分項 有些 再嚴重一點 例如 我是老闆那邊 老闆說甚麼 我就說甚麼都對 我最喜歡 老闆這樣 那樣 這些就叫拆鞋 總之老闆說對 你就說對 有些可能 就站在manager那邊 或者就算 只說老闆也好 你可能一間公司裏面 有幾個不同的股東 有幾個不同的老闆 例如老闆A 我是老闆A這一檔 他是老闆B這一檔 他是老闆C這一檔 這樣就已經夠你煩了 對不對 即是有時候 人們不會一定是 看看這件事發展成怎樣 這件事的過程 他們是看人的 即是我支持你 那些所謂我支持你 他們不會說 分析一下這件事 那道理何在 分析一下究竟 誰是對 誰是錯 分析一下怎樣做 才是對公司最好 很多時候 會忽略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我是老闆A的 老闆A說甚麼就是甚麼 老闆A說要這樣做 就要這樣做 很盲目去追從他的老闆 就是因為可能他覺得 老闆A想認識他 或者老闆A會對他好些 或者他拆到老闆的鞋 老闆就會升職加他人工 很多不同的原因 又或者 他真的跟老闆A特別投契 特別適合嘴型 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 所以他很盲目去追從老闆A 這個不出奇 真的不出奇 有些人就是因為 跟老闆的理念 方向是一樣 所以就很支持老闆 有些人純粹是因為 私人關係 純粹因為 我不喜歡老闆B 我不喜歡老闆C 所以我就是喜歡老闆A 會不太理智 但是之前回到過去的其他集數裏 青朗也有跟大家說過 每個人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性格 有不同的做法 我們應該去尊重每一個人的決定 每一個人說出來的每一句說話 所以 就算你身邊的人是很拆鞋的也好 他是一個很能做的的人也好 每個人都有他值得我們學習 值得我們去尊重的地方 或者待會休息回來之後 青朗再和大家探討一下 究竟在職場上面 有幾多種不同的人 有幾多種不同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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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多種不同的人 在一起的時候我也是搞笑的那個 但是我又有感性的一面 遇到不開心又或者想起傷心事的時候 我又會流眼淚 總之我就會把自己的感受寫在臉上 開心就笑傷心就哭 大情大勝那隻 我平時喜歡做些什麼 煮一下食物 看看不同的文章 唱一下歌 我的節目會說什麼 一個字 情 問世間情為何物 無論是親情 友情 還是愛情 都值得生死相許 想知道多些 那就要記得收聽和收看我的節目 我是誰 見過? 清朗呀 其實人有很多種 一樣米養八樣人 大家都聽過 也很難說在職場上 到底有幾多種 不同的人 但是呢 今天清朗就打算和你分享一下 幾種比較常見 基本上在每個職場上都有的 這幾類人 究竟是哪幾類呢? 第一個 最大的項目 刷鞋子 你公司有沒有呢? 如果你看到一些 擦鞋子做了一些 真的很噁心 真的很噁心的舉動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擦鞋子到處都是 擦鞋子也沒有錯 過分地去讚賞 過分地去說這個人有幾好有幾好 自自然的 我們會覺得他是擦鞋子 雖然我自己都會去讚賞一下 別人 你這個很好啊 那樣東西很好啊 但是適可而止 有時候真的 老闆放個屁你都說香的 這些還不是擦鞋子 是什麼? 擦鞋子真的 我自己會很討厭一些擦鞋的人 曾經在我的工作裡 都遇過不少這些擦鞋子 他很有趣的 老闆說什麼 他都說好 是 對 你對 就算有些東西明明 真的不對 或者他真的說了一些很白癡的東西 他都會笑口細細 對的 老闆老闆 你對 有時候看到這些 我覺得很有趣 就好像 剛剛TVB有套劇叫做巨輪椅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裏面阿舟哥身邊 有一個很喜歡擦鞋子 好像是他的表 他老婆的表哥還是表弟 我都不記得 因為巨輪我都看了幾集 但我只看到擦鞋子那一段 嘩 喬哥前喬哥 喬哥你好你好你好 帶喬哥去追求女 帶喬哥去玩 這些就是擦鞋子 他們的做事能力 不一定比其他人差 但也未必一定會強過其他人 他們就是以擦鞋子 這件事來上位 來鞏固他們自己的地位 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或者在你公司裏面 有沒有擦鞋子做了些什麼舉動 令你覺得 真是頂你不順 是你才做得出這些事情 我真的見過不少 真是整隻 嘩嘩的 幫助老闆開門上車 兩個都是男人 幫助老闆開門上車 幫助老闆 主動走過去 哎呀老闆老闆 有些什麼我可以幫你 老闆說想吃什麼的時候 便去購買 你不說 你直接以為 這個老闆是他女朋友 我想他可能對他老闆 比對他女朋友更好 唉 隨傳隨到 叫什麼有什麼 老闆說什麼 他便說 好好好 老闆說什麼 他便說 對 你對 你對 好 嗯 但他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 但是 不知道 都是那句 尊重不同的人 不同的選擇 因為就算他再厲害都好 他可能沒有安全感 他可能在這個工作 在這個環境裡面沒有安全感 他可能覺得 只要馬得住老闆 才可以在這間公司裡有所發揮 才有人保住他 或者是這樣的想法都不出奇 但是 既然你自己這麼有實力 為什麼不用你的實力 去證明給老闆看 你用我是對的 那不要以為拆鞋子沒有壓力 拆鞋子更大壓力 他拆少一秒都怕自己 地位不保 怕老闆不高興 其實老闆給你拆鞋子 都有壓力 如果你有公司很大 很多不同的員工 來自不同的背景 有不同的學歷 在不同的職位 如果這個拆鞋的人 你又真的對他特別好的話 其他同事會不會誤會 會不會以為覺得 原來我做事做得再厲害 做得再好都沒有用的 原來我要懂拆鞋子 我才可以得到老闆的寬心 會不會有這樣的 擺明你不是因為這個人 擦鞋子而用他 是因為這個人有能力 所以你去用他 但在其他員工的眼中 有可能會覺得 原來要擦鞋子才上位 會給其他員工一個錯覺 但作為一個老闆 你擦我鞋子 所有人都喜歡聽好聽的說話 所有人都想被人讚 所有人都想有其他人去認同自己的意見 當這個拆鞋子哄得你開心的時候 你又自自然會把這些人留在身邊 所以其實老闆被擦鞋子 都有他的難處在 他亦都要顧及到其他員工的感受 亦都要顧及到這個拆鞋子的感受 所以其實不容易 拆鞋那個不容易 被拆鞋那個亦都不容易 那好吧 如果在公司裏面 你真的遇到這些很喜歡拆鞋的人 即不拆一拆老闆對鞋好像不行 好像要死那些 那怎麼辦呢 你應該怎樣跟這些人相處呢 很簡單 如果你跟他對嘴型 如果你跟他對頻道 雖然你不需要都要做這些拆老闆鞋的動作 但是記住 不要在這些拆鞋子面前 說他們老闆不好 既然他選擇得去拆老闆鞋 他既然選擇得說老闆什麼都好 如果你突然說 其實老闆也不是很好 他也有什麼不好 那你就得罪了這個拆鞋子 得罪了拆鞋子有什麼後果呢 他既然可以在老闆面前 說那麼多好聽的說話 自自然言 他都可以在老闆面前 說很多不好聽的說話 如果你跟這個人 得罪了這個人 得罪了這個拆鞋子 他去老闆面前說 誰說誰不好的 他作些東西出來冤枉你 他老作些東西出來說 這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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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了他吧 那你老闆又會怎麼想呢 不是每個老闆的眼睛 都一定這麼說亮 不是每個都看得清楚 到底狀況 情況是怎樣 會不會真的被這些拆鞋子說幾句 他不好的 老闆就會動搖 會覺得這個員工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為什麼人家會說他不好呢 有些老闆是真的會聽進去的 有些老闆是好聽這些拆鞋子的說話 所以我們就千萬不要得罪這些拆鞋子 我不是說叫你要跟他一樣的拆鞋 但是記住只要不要得罪他 你不需要認同他 記住記住 不要得罪拆鞋子 好吧 請不要討好 請大家 對 怎樣?覺得嘴巴很慘? 當然啦,我是Summer 喂,我沒停,來吧 謝謝老闆 再一個我們 citrus 不知在大家工作的地方,有沒有這些拆鞋的出現呢? 記住記住,千萬千萬不可以得罪拆鞋子 我以前的工作,我曾經試過有一個人,我以為他是拆鞋子 但原來認識深了之後,發覺他比拆鞋子更加恐怖 是什麼呢?我會形容他是一個笑臉虎 他是一個拆鞋子加笑臉虎的人 先頭跟他不太熟悉的,剛開始進入這個公司工作的時候 就認識了,都覺得挺好聊,好像挺適合頻道 有時偶爾會一起吃飯,有什麼工作上的困難,都會和他請教一下 畢竟他在這個公司的年資比我更多 先頭沒有什麼,先頭我純粹以為他是一個普通的拆鞋子 老闆說什麼就是什麼,老闆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要緊,沒有關係,不要得罪拆鞋子 我沒有認同他做的事,但我只是做回自己 我只是想和他保持一個友好的關係 後來發覺,有點問題,有點不對勁 我進入了這間公司大概兩三個月 就和這個笑臉虎,一直都是好朋友 大家同事都有眼看到,我們有時一起出去吃飯 我們會聊天,或者有時下班,我們會一起喝東西 然後呢,不對勁 我做了兩三個月,但感覺其他同事好像有點排擠我 覺得其他同事對我的感覺不太友善 那我就在想,為什麼會這樣呢 想一想,是不是跟我身邊的這個人有關呢 那我當然,除了和這個笑臉虎是熟一點之外 有幾個同事都有聊天 那我就發覺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每個人都不喜歡和這個笑臉虎做朋友 即是很表面的,關係是非常表面的 總之就上班見到就打個招呼 工作上有什麼要涉及到這個人的就告訴他 除了工作以外的交流 基本上他們和這個笑臉虎是沒有其他的接觸的 沒有其他的交流 那我就開始留意到這一點 那我就在想,啊 是不是因為笑臉虎的工作態度的問題 還是因為他太拆鞋 拆鞋拆到其他人都不喜歡他呢 是不是因為這些原因呢 那後來我發覺呢 其實這一位的笑臉虎 他又不算是老闆的秘書 但是他和老闆的關係都不錯 都幾密切的 隨時隨地有些什麼都可以 不用經過上司 就直接去找老闆那些來的 那沒問題 每間公司肯定都有些這樣的情況 出現都會有些這樣的人 那次發覺除了拆鞋之外 原來他是老闆的針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做老闆的針 有沒有看無間道 所謂那條針的意思呢 就是譬如 就拿警方無間道為例 就是警方派在黑社會裏面的臥底 就稱之為那條針 或者倒轉 是黑社會擺在警察裏面的那些善人 所謂拿善報的那些 那些叫條針 類似這樣的意思 總之就是幫老闆去收集情報 去收集其他人的 譬如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的工作態度 有沒有人遲到 原來這個笑臉虎 我就是幫老闆去收集其他員工的情報 的一條針 我發現了之後就知道 糟糕了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全公司都不太喜歡他 為什麼我進來幾個月 我和其他同事的關係 一般的 就是很基本很普通的 真的說嗨和嗨 為什麼沒有其他同事 問我要不要一起吃飯 為什麼沒有其他同事 問我要不要一起買午餐 那樣 我終於就發現了 原來我身邊這個笑臉虎 是老闆的一條針 來的 他會走過來和你懶熟 和你懶朋友 去瞭解你每天做什麼 去瞭解你工作上 有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 又或者在你私底下 私人的生活中 有什麼問題 他就會把這些資料 把這些情報 賣給老闆 說給老闆 就做一個 不知道當不當是做人情 總之他就是幫老闆 去看著其他同事的一個人 他就在任何人面前都笑笑口 好像很乖女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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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飯沒有 要不要買咖啡 我幫你買 要不要這樣 要不要那樣 有時就會買些零食 買些糖果 回去就派給同事 吃這個 怎樣怎樣 或者他放了假去旅行 他都會買些小手信 回來給同事 哎呀 我去哪裡去旅行 我都想起你 我都特意又買些手信回來給你們 他是嘗試在我們同事裏面 做一個好人 做一個大家都喜歡他的人的一個角色 可能因為我日子上淺在這間公司裏 我觀察了兩三個月之後 我才發覺原來他是一個 除了拆鞋子之外 是一個笑臉虎 是老闆條針來的 難怪個個個對他都敬而遠之 但是敬而遠之的意思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不要得罪他 雖然他們跟他 不會有些心交的關係 不會一起吃午餐 不會一起下班去喝東西 但是他們都盡量不得罪他 盡量都遷就住他 他想怎樣就怎樣 但是我覺得 嗯 如果是這樣的 所以慢慢地慢慢地 我看到其他人這樣做的時候 好像開始有點不對勁了 有些問題了 那我就跟他的關係慢慢疏遠 慢慢疏遠 那反而呢 我跟他的關係疏遠了之後 其他同事對我的關係 對我的感覺又真的好了 當我跟他疏遠了之後 起碼其他同事會 約我出去吃飯 他們會叫飯盒的時候 問我 要不要叫你那份 或者更何況是 有些同事 他是 不如下班我們去哪裏吃飯 開一間新的店 我們想去試一下 你要不要一起 反而就真的 跟其他同事的關係好了 那我就知道 原來是我身邊的這隻 笑臉虎作怪 所以令到 我跟其他同事的關係一般 讓我們 嘩有好處 快點拿手機 跟我一起去美顏芳 拿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真的這麼好處? 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不是便宜的東西 而且很適合我們東方女性皮膚 我每天有用 免費拿來旅行都不知多方便 對呀 只要去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十八街六八零六六號的美顏芳 數一數個微信QR Code 便有一份 快點拿來智能手機 對 我順便買些資生糖 Shit Shade 護膚和化妝品 那在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八零六號美顏芳見 大仙天靈現真身 來找我神球解禁 大簽 體簽 港資 下載這個APP 點擊 點擊 求知 給點掌聲有請 團團 敵人 FREに三大道 我覺得他的第三頂斤 ared眼皮滿地 太壓力了 快點擊 他是老闆的针 他是会跟我们接近 知道多一些我们个人的东西之后 就将这些消息说给老闆听 就等老闆去 譬如对一个人有点戒心 或者本来明明老闆是很喜欢这个人的 就可能因为他说了两句话之后 就令老闆觉得这个人不行了 这个人信不过 他是会在中间搅屎棍 我很喜欢叫他做搅屎棍 他除了是一个笑面虎之外 他是一个搅屎棍 真的没有那样做那样 很认真 正正因为他是老闆身边的一条针 都是叫他做笑面虎 这只笑面虎 他拿着鸡毛当令箭 以为有老闆撑腰 就哈哈爸爸了 开始 时间久了之后 我知道了他笑面虎的这一面之后 他就开始有点刺势令人 因为在他的口中 曾经说过不少同事的一些是非 我也知道有些同事是因为这只笑面虎 在老闆面虎 在老闆面前打了他们毒针 而令到他们离开公司 他就开始有点刺势令人 所以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大 因为他已经击走了 已经踢走了一些 对他有威胁 或者他一些不太喜欢的人 所以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大 因为那些不顺眼 刺眼刺鼻的那些已经赶走了 后来也邀请了一些 新的同事 回来 他的朋友 是他介绍入公司的 那你想想一下 如果是这个人介绍你入公司的 你怎样都会相信他多些 你怎样都会听他说话多些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 开始有些刺势令人 拿着鸡毛档令箭的一些行为 出来了 那就令我觉得 越来越反感 因为他不是靠自己的实力 去爬上去 去表现自己的一个人 他只不过是 利用 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个笑面虎的一个角色 利用我对他 或者其他人对他之间的信任 利用了我们对他的友情 而去出卖了我们 出卖了其他同事 是踩着别人来想 踩着别人来想 这个角色 也是很多很多公司里面 会发生的一个问题 他很喜欢踩着别人来想 那好了 让他上到某一个程度 即是不再是一个junior level 比较 开始是管理层的level 那便刺势令人 小时化大 他很喜欢把一些很小的微 很小的一件事 把它放到很大很大 令老板觉得 哇 真的好了 笑面虎有你在帮我 真是好 你可以帮我 处理到这些事 但其实是真是一些 芝麻绿豆 到不能再绿豆的小事 他就要化到很大 因为我这样做 所以现在怎么怎么怎么 因为我这样做 所以这件事 不去到那么坏的程度 开始自己会腰功 开始会因为 有老板在后面 撑他腰 就有些一朝得志 与无伦次 就周围去得罪其他同事 那他连笑面虎这个角色 都不再做 他连笑都懒得对着你笑 他连假都懒得对着你假 那他就开始 就是摆一个摆款 我们所谓的摆款 就好像很厉害 我说的就是道理 我说什么老板就会听 我亦都在老板面前 去慫恿老板做一些事情 而这个老板呢 可不可以说 他是一个昏君呢 又未必的 我亦都不会用 昏君这个字去形容他 但是他是很相信 这个笑面虎的 笑面虎说一 他就说一 笑面虎说二 他就说二 但是 这个笑面虎也都真是没有实力的一个人 他只是懂得利用关系 利用一些手段 去将他不喜欢的人赶走 去请一些他身边的朋友 一些可能救同事 救同学 请他们进来公司里面做 那就尝试地将公司的势力换了他 换到所有人都听完他的话 他就开心了 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捱的 老板喜欢重用这些笑面虎 摆到明是没有实力的了 但是他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拆鞋呢 会哄得老实开心 那么 一个愿打一个愿捱 那么这只笑面虎也都愿意去为老实去做这一条针 他也都愿意去得罪公司所有人 而令到老板赏识他 那么其实我都很尊重他们各自的选择 但是一间公司不是说一个人 即不是说一个人说完事 你喜欢这样就要这样 公司里面有不同的部门 有不同的经理 有不同的决策人 或者你是这一个部门的话事人 你可以对这一个部门的事去做决定 去负这个责任 但是当你干涉到另外一些部门的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又有些问题呢 笑面虎太刺势灵人了 他为了讨好老板一个人的欢心 对全公司上上下下几百个人 没有人喜欢他 没有人相信他 没有人愿意跟他去做朋友 没有人愿意真心地为公司做事 为他做事 那其实是不是有些德不尝失呢 唉 我本身跟他都是好朋友 刚刚进去公司的时候 跟他都叫做挺亲密的关系 因为有时会 不开心又会聊聊天 下班又会一起去吃下饭 喝下东西 但是当我看清楚他份人之后 嗯 其实是替他有些可怜 为什么 其实你明明是一个做到事的人 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为什么要把自己化为一只笑面虎 化为老板的针 令全世界都不喜欢你呢 其实我觉得是几可悲 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一只笑面虎 其实几可悲 但是没办法 一个怨打一个怨 老板又喜欢 笑面虎又做得开心 那就祝他们好运 Lincoln 理财资讯 拆卡买东西真的很方便 但累积起来的卡债要处理就不容易了 如果你欠有超过1万元或以上的信用卡债 请马上打给Lincoln 减债专家 可以将每月付款马上减少一半或以上 百分百保证有效合法 买东西要买名牌 因为有品质保证 处理卡数就要找有信用保证的减债专家 Lincoln 917-720-1245 720-1245 720-1245 7天免费咨询 Hello 大家好 我是车车 没听到我的声音好像很温柔 其实我是一个女汉子 平时很喜欢去跳山滑雪 或者会常常去游乐园乘坐山车跳楼机之类 以前还会踩着个男装摩托车 在路上一百多公里 可以在路上超级刺激 不过我觉得最开心最刺激的事情 就是在美东市电台 分享很多很开心很刺激的事情给大家了 希望大家多多收听车车的节目 例如心情笑语 星座与你 还有新闻报道 希望车车的节目可以令到大家 拥有好心情好笑容 和大家度过开心刺激的每一天 多谢 好节目要欣赏 辈金汁 在職場上,這些拆鞋、笑臉虎、似細靈人 都是其中一群 我們會遇到很聰明的人 值得我們學習、尊重、敬佩的人 我會叫這些人做師傅 他們會教導我很多東西 所以我想說的是,除了在職場上有壞的人 有些不好的人之外,總會有一些好的 值得我們學習、尊重的人 是會在職場上碰到的 好了,我們先說一下壓力 為什麼我要說拆鞋、笑臉虎、似細靈人 這些人 因為這些是我們主要的工作壓力的來源 其實工作壓力 好像剛才舉過例子 除了做Sales,要Hit Quota 其實每個崗位、每個職位、每個人 每一份工作都有自己的壓力 不是沒有的 除了這些譬如業績、成果、成績好不好 這些壓力之外 其實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亦都是我們壓力的來源 很重要的一點 譬如,你每天上班,要對著這些假的人 譬如你要去防這些小人 拆鞋也好,笑臉虎也好 你要防他們 你很怕,他們會今天知道你的消息之後 他會轉頭把他賣給老闆 你要跟他保持距離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壓力 你要去防小人 這個壓力其實我覺得是大 你要跟一些你很尊敬的人去學習 我覺得反而這個壓力更大 因為你會不知道這些人會對你做些什麼 小人到處都是 公司裏面的小人大把 因為有利益關係 因為在職場上、工作上 有上司、有下屬、有同事 這些是很正常的 不過,如果今天上司走了 譬如你們的經理走了 你們的團隊裏面有五個人 那你們五個人 可能會在你們五個人之中選擇一個 來做這個經理的位置 除非他在外面再請一些新的人回來做經理 這個是領作別物 那我們就當 現在你們的經理走了 有五個人在團隊裏面 老闆要在五個人裏面 選擇一個 去做經理 做管理 本身可能你們五個人都是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同事 一個很好的團隊 就可能是因為這樣 因為現在要選一個人出來 去坐經理這個位置 大家會開始有些勾心鬥角 大家會開始有一些 因為有利益的衝突在裏面 有些利益的關係在裏面 以前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大家做的事差不多 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可能爭鬥的關係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既然現在大家要為了升職 加薪金 而去搶這個位置的時候 多多少少大家會有些 不是那麼開心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是在所難免的 或者甚至乎有些人會做一些 做一些篤你背部 做一些篤你 做一些篤你 做一些篤你踩的行為 我覺得 一點都不奇怪 當你已經涉及到利益關係的時候 除了人事這些事情 剛才說過業績 成績 這個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有些人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 自己做得好不好 自己和自己比賽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壓力的來源 譬如 我們拿做銷子來做一個例子 譬如 Sales Target 你今年的優惠是10萬元 譬如 有些人做到10萬元 做到優惠 做到優惠 做到數 他就很開心 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一定要做到12萬元 才達到自己的要求 都可以的 因為自己和自己比賽 才是最難的 其實自己和自己比賽 是一個很難 和一個很深的一個題目 要贏人 先要贏自己 這句說話 我覺得很真的 如果你連自己都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連自己對自己所做的事都不相信 你怎樣跟別人比? 你怎樣去贏別人? 所以有些人 譬如 公司的Target 設給你10萬元 有些人就比較安逸 做到10萬元 就OK了 反正做到數了 今個月不用再跑得那麼辛苦 有些人就不是的 很有衝勁 很有幹勁 我的目標是12萬 我要做到12萬 雖然公司只要求10萬 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有好有不好 當壓力過於大 過分大的時候 就可能會令到自己的心理 或者生理都不太健康 但適當的壓力 其實是動力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去推動你 去進步 去推動你向前走的一個動力 適可而止 壓力真的無處不在 壓力會令你有些什麼症狀 什麼叫壓力呢? 我自己個人為例 我曾經做過一些工作 壓力都很大的 就譬如要追數啊 追高塔這些工作 我都有做過 我曾經試過壓力大到 在我出門口去見客之前 即是在我要出公司門口去見客之前 我突然間的心拿著痛 痛之後呢 心痛完了 覺得頭痛 覺得頭整個 好像偏頭痛那種 扯著扯著很緊很緊很緊 不知道怎麼辦 再誇張點 有一次呢 我準備上車之際 我發覺突然間流眼淚 我發覺我自己突然間流眼淚 原因是什麼呢? 不知道啊 即是有沒有特別不開心的事情發生過 我只不過是準備要去見客了 上車了 心就開始想 啊 待會要跟客人這樣這樣去說 這樣這樣做 希望呢 這個計劃可以做得成 但竟然原來我連壓力大到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突然間流眼淚 然後流眼淚之後呢 還要是真的哭 真的要哭了出來 才可以舒服點 才可以 即是 繼續去上車 去駕車 去駕客那裡去見客 那不如轉個頭的時候呢 我們就回來研究一下 壓力 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怎樣造成 和怎樣去舒緩壓力 你是否再考慮買新車嗎? 大家知道 時代車行在布羅倫和皇后區 開了四間分行 任何品牌和型號 從貸款、換車到上牌 時代車行樣樣精通 服務周傳又專業 四十多名專業經紀 為港大華人服務了超過四年 國產、日本、歐洲 應有盡有 能有多便宜 就有多便宜 在布羅倫拓展了時代第一家 超大華麗的汽車維修部 包括板金噴漆、保險股價 和紐約周年檢 甚至達到一條龍服務 沒有第二道比時代更專業 服務更完善 來時代一站過沒有煩惱 請快電 1800-688-0456 1800-688-0456 時代車行 什麼都不知道 時時碰到唱牌 時滿發音 嘻嘻 人人都嘻嘻哈哈 好開心 哈哈 常常嘻嘻嘻嘻哈 嘻哈嘻哈嘻嘻哈 嘻嘻哈嘻嘻哈 嘻嘻哈嘻嘻哈 嘻嘻嘻哈 嘻嘻哈 嘻嘻哈 美東視電台 我敢說 你敢聽 想要看立刻scan 我想在身體上面 由壓力造成的問題 除了我剛才說過的頭痛 可能心口很毅悶 拿著拿著痛 頭髮變白 甚至乎是脫頭髮 我相信這些都是由壓力所造成的一些生理影響 最常見的一些問題來的 那其實 你有留意 早幾集 青朗同學分享過 其實我很多白頭髮 你看到有少許反光的地方 其實全部都是白頭髮來的 要驗的了 要驗的了 大家現在不要看著 現在裝看不到 其實白頭髮和脫頭髮 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來的 由壓力所造成的一些很嚴重的問題來的 我認識一個大概是二十到三十歲未夠的一個女士 她的工作很認真 她的工作壓力也非常之大 就是因為她很認真 她做事很厲害 所以她升職認識得很快 也要管理的事情越來越多 我看著她 由一個長頭髮的美女 脫髮脫到頭頂 她看著整個洞 她有試過去看醫生 她有試過吃中藥、西藥 然後又不知什麼 白蘭底茶頭皮 好像是這樣的 她很多方法都試過 都不成功 始終還是不斷脫頭髮 最後她用了什麼方法去治好她脫頭髮這個問題呢? 她現在已經痊癒了 她的頭髮已經痊癒了 她用了什麼方法去治好她的壓力呢? 原來她辭了這份工作 雖然她做得很厲害 她做得很好 很快她也升到一個很高的職位 但是原來這份工作 給她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她也實在忍受不到 自己二十多歲女 就脫了頭髮 我相信她除了脫頭髮之外 剛才所說過的頭痛 心機痛這些 她絕對一定有出現過這些症狀 所以她也跟我說 為了自己的健康著想 為了自己的樣子著想 她覺得應該要換一換工作環境 在她換了工作之後 我想大概半年 我們大概半年的時間沒有見面 她這半年裡有去了旅行 放鬆了自己 也有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 做得開心的工作 所以半年之後我見回她 真的不要不相信 頭髮雖然未到以前那麼濃密 但是已經刪了出來 你看到她的臉色是好了 臉色是紅潤了 所以工作壓力這些 不要忽視 不要忽視 另外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怎樣可以舒緩壓力的一個辦法 睡覺 睡覺是很重要很重要 正常最理想的 每個人最少每天要睡八個小時 但是都使人很繁忙 特別是我們住在紐約這些大城市 又或者住在香港的朋友 我們的生活壓力 生活節奏是很緊張的 很多時候未必真的睡到八個小時 而我自己為例 我通常如果每一天 可以睡到六個小時至六個半小時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很幸福 因為早幾年做其他工作的時候 還是做小的時候 每天睡覺的時間 可能只有三至四個小時 最多最多那天 都可能只有四個多小時 四個半小時 其實是很辛苦的 而且我想我的白頭髮 應該是那個時候就開始出了 記住 無論壓力再大 做工再辛苦 盡量爭取 起碼一天要睡八個小時 睡覺除了對整個人的健康 可以有改善 大家都聽過 美麗的便會 當你的身體有足夠的休息 好像充電一樣 你每晚都要充八個小時的電 你充滿了電 第二天才有精神 第二天才會有力量 去做你那一天應該做的事情 如果你每天只睡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 甚至乎兩三個小時 就要起床 去繼續做另一天的事情 根本你都未充足 根本你都未恢復 你又怎樣可以把最好的一面發揮出來呢 所以盡量希望大家可以爭取每日 最少八個小時的睡眠 再差再差再差都不要少過六個小時 還有記住多喝點水 每天喝八杯水 通常我就喝不到八杯 但是我會盡量 我也是盡量 有機會有時間的時候 盡量喝多點水 幫助身體的生殘代者 幫助你去排毒 這個對你的睡眠 肯定多多少少一定有幫助 另外一樣就是做運動 做運動呢 其實我覺得做運動 可以是一個發洩的一種方法 是一個可以釋放你的壓力的其中一個方法 很多朋友說 我很喜歡出汗的感覺 其實出汗的感覺真的很舒服 但是我覺得出汗 如果你說焗桑那那種出汗 我就覺得那些是叫熱 那些是叫好鬼熱 熱到流汗 那些不是叫出汗 真正的出汗是 譬如你要去做健身 譬如去跑步 打一下籃球 踢一下球 真正的帶氧運動 去令你的身體 去舒緩了你一天的壓力 我先頭也不太相信 因為我以前是做運動的 但是我受傷之後就有一陣子沒有做 直至到我投身社會之後 總是覺得 因為和坐辦公室的關係 肩膀這個位置 頸椎 好像很緊 經常都很緊 動一動就好像 唉呦 拍一聲了 有點痛了 又好像很想有一個人幫你按摩一下 幫你捏一下 但是你知道 出去外面按摩店其實都不便宜了 其實最好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做運動 還有拉筋 就算你真的沒有時間去做健身 沒有時間去跑步也好 拉一下筋 左右鬆一下 令你的骨頭 不要那麼容易萎縮 不要那麼容易退化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是 為什麼會肩膀痛呢 不要不相信 跟壓力有關的 當你壓力越大 你的人越繁緊的時候 你的肌肉自自然就會不舒服 所以做多些運動 做多些伸展運動 拉筋運動 除了對你自己健康有幫助 希望它都可以幫你舒緩一下你的壓力 好了 那清朗今天就講到這裡為止了 希望你今晚可以睡個好覺 記住 最少八個小時 喝多點水 下星期同一時間 繼續收聽 回到過去 第三個小時 到你下午節 集中 快 became